景碩2023年每股存益0.1 蛤?0.1? 0.11元? 那這什麼蛙哥啊? 景碩到去年只賺0.11耶 不會吧 景碩是獲利很強 為什麼到現在剩0.11 那如果你買到景碩 你不就哭了 0.11股就應該多少 你嚇開很可怕耶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看景碩 好 這個 111年 今天是113年 111年 一片是15塊 去年剩下0.11 天啊 連領頭都不見了 剛開始你看去年還有15.47喔 今年剩下0.11 連領頭連4.7都沒有了 那15塊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你看以往的獲利表現 109年1塊2 110年8塊5 111年 前年 15塊 到了去年 我天啊剩1塊 1毛1 1毛1 破利從15塊 15.47變成1毛1 0.11 天啊 怎麼會這樣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景碩跌下來很合理 你本來賺15塊 你現在賺1毛1 你不跌怎麼交代啊 當然要跌啊 你現在知道也沒用 你股價跌到哪裡了 慘不能賭了 你跌超過六成 你現在知道它 破利不好有什麼用 不是嗎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慘烈的問題 你每次買都是買到最好的時候 哇一片光明遠景 剛好就最高點 然後就跌下來就蹦了 你很好人家競爭者就進來了 懂意思嗎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原因就在這裡 來我們看 愛景碩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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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回到 111 這個2022年 就是101年 你看一下 101年 哦呦15塊47 太好了 這公司股價很棒啊 未來前途會可限量啊 不然只會賺15塊 發大餅給你的 一大堆大餅 可是你看不到這麼多賣訊啊 你也不曉得啊 那如果你曉得這麼多賣訊 你會去買景碩嗎 你曉得這段是空頭格局 這段是阿里不達的 都要空發吧 對 你會去買這一段嗎 你會買這種股票兩年嗎 然後EPS從15塊變成一毛 從15.17變成0.11 賠死了我跟你講 最少賠六成 可是股價在高點就是 利多滿天飛 哇多好賺15塊多 所以你就去追啊 這本利比很合理 EPS打一打 當時的股價是 229 229 除以15塊 這本利比等於多少 很便宜 很合理 今年賺15塊 明年要賺25塊 後年要賺30塊 吹牛比較快 結果股價跌下來 被人賺0.11 你發現你被騙了 問題這也不是一次啊 也不是只有景碩這樣玩啊 那有時候你不能怪他 產業就變化很大 你現在賺大錢 明年競爭很多 就賠錢啊 有可能啊 所以你怪他也沒用 問題是你錢賠掉啊 那你去告他嘛 你告他也沒用啊 你告不贏啊 景氣變化 公司也沒辦法預測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之前說 賺15塊 接下來要賺25塊 要賺30塊 公司的預估嘛 誰不可以估 預估又不犯法 對啊 我覺得 在這裡我看好未來 那只要景氣 只要反轉 靜置著一大堆 然後就生意就不好了 然後獲利就衰退了 所以本來賺15塊就變賺1毛 對啊 可是你看到來不及啦 那如果在高點的時候 你知道說 欸這股票轉空了 要提高警覺 這裡沒有利空喔 這裡不會有利空喔 這裡都是利多滿天肥 那如果你知道這裡有問題 趕快賣 哎呦 你這根60%就不用賠 你這兩年就不用那麼痛苦了 一旦股票爆兩年還賠60% 那麼昏倒 不是啦 那問題高點你怎麼知道呢 高點都是利多啊 高點又不會有利空 對不對 好所以這問題在這裡 股市的風險就在這裡 好那目前狀態也是不對啊 上檔壓力還是非常沉重 就留下很長的上影圈 沒辦法克服壓力 好 南電111年 天啊30塊 景售15到30我更厲害 對不對 本來是109年賺5塊6 110年賺16塊 到110年賺30塊 哇 這太棒了 天啊 這世界公司哪有這種公司啊 太厲害了 獲利跳躍成長啊 天啊 太強了 不買這種公司要買什麼 買進去你就完蛋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哎呦為什麼 哎呦天啊 當你在最好的時候買進去 對啊 就是101 最好啊 對不對 101啊 111啦 賺30塊啊 本來賺15塊 前年賺16塊 接下來賺30塊 哇 獲利最好的時候跳進去 剛好最高點 你看不出 看不到這裡有三個賣就挺好 你也不想他有危險 一進去 完蛋了 到現在跌72% 最近跌下72% 你看這怎麼會對呢 你買進去就哭了 你一切完進去賠到720萬 你現在230萬 720萬 280萬 你會不會哭 你一定會哭的啦 你哭得很傷心啊 那問題是股價高點 哪有跡象啊 沒有跡象啊 沒有跡象啊 所以我們說散戶常常怎麼樣 買在一個 市況空前美好 對 你要南電賺30塊 你能說他不好嗎 對 市況空前美好 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一次喔 前年賺16 到111年賺30 哇 獲利加倍啊 對 散戶常常買在一個 市況空前美好 獲利空前漂亮 沒有一片烏雲的地方 都這樣啊 最後呢 然後就一直套 馬英修就開始租到套房年 套套套套套 跌跌跌到死心位 跌72% 差不多該死心了啦 對不對 跌72% 那問題是 怎麼都沒有人告訴你轉空 下來怎麼都沒有人告訴你轉空 怎麼都沒有 全台灣哪一個分析是有跟你講 要轉空哪一個 你告訴我 有啦有一個 只有一個喔 只有一個喔 哪裡這裡 真的有 喔 天啊 2022年提到ABF轉空的日期 1月4號開始 1月4號 6號 11 12 13 18 19 217號 218號 219號 2114 15 17 18 2124 天啊 總共從1月初到7月半年已經講了72次了 21 20 20 20